不啊!不啊! 啊!好興奮啊! 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我是肥太郎 今天江郎財進要開的東西應該是暫時為止 唯一一次跟特殊作品是無關的 不過這次也是最貴 最江郎財進的一次 這個就是PS5 為何要拍片呢? 即是這部機器又不是新鮮 都出了兩年多 其實真的沒有的 純粹是因為這麼貴買回來 不拍片硬是覺得有點浪費 畢竟都花了利是錢來買的 而且也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乘機給我交代一些關於台務上的東西 那為何突然之間要換機呢? 原因有幾個 第一,因為我的PS4 兩個手掣經歷了幾年 已經被我拿乾拿正 那些掣被我拍到已經毫無彈性 不單是爛十字掣 還爛蘑菇掣 那沒理由到現在 再拿幾個水去買新的PS4手掣吧? 其次是自從上個月大貨到 可以全市walk-in入手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霍格華茲出了 自己也是犯賤的 是哈利波特粉絲啦 而且PS5又可以被PS4早兩個月玩 那我的電腦又虧 又打不到機 那在這麼多原因 威迫離友之下 就決定了換機 正式同大家一齊進入了PS5的時代 那在這裡就正式交代一下 其實我一直都有用Youtube直播打機的 由2020年10月開始 我已經用我們的副頻道 太郎君2.0 俗稱叫做二拉台去直播的 有玩過古華郎4 高達4guys Pokemon Digimon 直到上年Pokemon 豬子開始 我已經決定了 不會再分兩個頻道了 現在這個頻道 俗稱大破台 將會平時照常出片之餘 周不時都會直播打機 打什麼遊戲 就視乎我自己的口味 但大家也不需要退訂2.0台 因為二拉台 將會成為Backup頻道 萬一有一天 這個頻道得罪了人 有封殺令的時候 二拉台就會即時變成大破台 所以大家未訂閱2.0的 就請大家盡快訂閱 而且舊的遊戲片都依然會放在2.0 是不會下架的 如果你沒有細藝到要勾腳趾 歡迎回去重溫 好 那我們把眼球放回眼前的這部PS5 開箱就不說太多了 因為都是那些東西而已 沒什麼特別 裝完玩了幾個小時 高達被人淘 Fever 差一下球 其實我也是自己玩一些PS4的舊遊戲 因為我還未買PS5的新遊戲 很多畫面讀取的時候 都覺得順了 Day1的感覺 我覺得PS5真的很大步 真的很壓定 全民打動擺 又會弄壞一些液態金屬 我自己就不敢搏了 原裝的這個白色設計 感覺到它上下那兩塊甲板 很快就會變黃 最不居然是這個PlayStation Logo 竟然是凹下去的 應該不出半年 層應該會多到填整個Logo 如果出Slim版 可能我真的會換機 現在就暫時先玩 過兩天就出貨加華茲 我就是買普通版的 我們在學校飯學見 按LIKEFACEBOOK FollowInstagram 這些不用我說了 大家就懂得做的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Shwatch